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鲜过敏我们是属于这种对出现过敏体质 这种其实遇到的比较多的 这种要看我们当时的过敏情况 比如说你只是有四肢有散在的小的风团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自行的到药店 买一些开月毯之类的抗过敏的药 然后多喝水 如果风团这些不再继续增加 不再迅速的发展 可能这样观察一下可能就OK了 但是如果你出现了风团在进行增加 甚至你出现了有这种气景呼吸困难 这些过敏反应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及时到医院去 对症的用一些激素 甚至更好的一些抗过敏的药 输液这些处理 避免一些危险的发生 所以说比较重的这种过敏反应 我们还是要重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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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